剛剛看到的是美軍司令最新在國會的公開談話畫面 他說中國是最大威脅 同時解放軍飛機25架老台的同時 美軍F-16事實上掛了實彈警告中國 同時昨天更誇張的是偵察機 直接進入黃海領空 同時逼近山東 這個逼近的距離只有27海里 是的 美國現在幾乎是全方位的認為 中國就是最大的威脅 前一段時間國家情報總監的連續報告 說中國是最嚴重的安全威脅 然後今天美國的戰略司令部的司令理查德 在國會聽證的時候特別講說 整個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戰略威脅 他特別提出來的是 中國的核子彈雖然數量遠少於美國 但是中國在最近的時候 核子彈的投射能力 精準能力大幅提升 尤其在南海這邊完全不顧美國的威懾 然後挑戰美國的還有全世界的秩序 這個是最大的戰略威脅 面對這樣一個戰略威脅 美軍的動作也越來越積極了 上個4月12號的時候 是中國在最近在我們西南海域最多的多架次 現在現役最好的AM120G7的JMOD四輛 四個飛彈都掛在架上 直接實戰級的飛進去 而且從那邊飛過巴士海峽 飛到南海 再轉回去之後 直接飛到日本的本土 這個時候美國就告訴你說 他也可以有長針圓打的戰略威懾 在這個過程中待一會兒在美國時間 美國國會上班開議的時候 美國就要審查國會裡面在這年來 有史以來最大最強烈最全方位的抗中法案 叫做美國戰爭競爭法案 一般預計他一定會過 為什麼呢 這個法案是由美國民主黨的參議員 外委會主席梅蘭德斯 還有那個共和黨的外委會 首席參議員李契 兩個最重要級的跨黨派的人 聯美提出來在8號之後 所以基本上兩黨都已經表態 應該會過 這裡面總共有281頁 這樣一個全文的法案 裡面的張決是特別是 要確保美國面對中國全方位的挑戰 美國必須全面的動起來 以確保未來數十年能夠抗衡中國 裡面特別提到的是說 整個北京他是非常明確的去描寫 北京的對於全世界的問題行徑 還有去界定什麼叫做 北京的掠奪性的經濟行為 惡意影響力的作戰模式 軍事擴張 包含對台灣的野心 包含了數位威脅 還有對香港和新疆的迫害 全部都會非常明確的表裂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的結論是說 美國通過這個法案之後 要讓美國呢 要美國印太西半球還有泛太平洋 還有非洲的組織強力的聯盟全面抗中 在這裡面他們每個方向 很多章節裡面特別提到經濟 在經濟裡面特別提到說 COVID-19武漢肺炎之後 讓美國確實凸顯到 供應鏈封在中國的危險 所以每年呢 他們從2022到2027年 每年要播出4億2584萬的台幣 交給各外館 各外館去協助研究 怎麼讓企業搬出中國 重組全世界的供應鏈 所以供應鏈的重組 這個法案會給他更明確 然後對於習近平的一帶一路不斷的擴張 這個時候呢 每年要播出3億美金 交給布林肯去主持一個叫做 對抗中國影響力基金會 然後要求布林肯必須指派 一個助欽成績以上的人 專責指揮去對抗中國 協助去在基礎建設上 然後在科技方面呢 特別強調要結合盟友 對抗中國的數位威脅 而在結合盟友裡面 特別提到 他的盟友哪些呢 台灣 然後是可靠的數位夥伴 歐盟 日本 還有五眼聯盟 大家要聯合起來 協助其他國家去建構 他們安全的網絡環境 讓他們不受到中國的數位威脅 在軍事方面特別強調 強化印太的安全夥伴關係 所以呢 支持日本 繼續去解封日本的軍事限制 發展長城 而且精準的火力投射 促進台灣發展不對稱的戰力 而外交上特別強調 整個狀況要以印太為 是美國未來的戰略上的主軸 他這些都是講的通章 通章完畢 280億元 講這麼多就是美國通章之後 還特別有兩個章節 專門講到台灣 所以對台灣在這裡面 地位和東章就非常明確 他認為說美國已經要認知 台灣是印太整個戰略 大印太區裡面最重要的一環 用最重要的一環 而且說如果台灣這邊出了事情 印太戰略就會有危險 所以把台灣做得很清楚 所以裡面要求定期對台灣 要有軍售 然後第二個呢 積極的協助台灣發展不對稱的戰力 協助台灣加入國際組織 同時他又特別去講說 不要再搞什麼 跟台灣的交往 很明確的規定 美國國務院和政府機關 應該要跟其他的外國政府 同樣的基礎 要跟台灣相等的對等的機會 有同樣的禮節 同樣的對待 同樣的稱呼 所以以後呢 互稱大使 這些都要一樣的 然後呢 在這完畢之後呢 美國國會又有另外一個 就是上次一位摩里希斯 一位索羅門斷交了以後 跟我們斷交以後 美國提出來的台北法案 那個提案人就是 叫做匡西成 匡西成又特別提了一個 台灣團結法案 在台灣團結法案裡面 開宗明也是 重新界定一個 聯合國2758決議文 認為說過期這些東西 都在中國影響下 誤解了 他們要特別澄清 當時2758決議文 只有去規定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有代表中國 在聯合國的法定地位 合法地位 但是從來沒有提到 台灣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 在聯合國的其他關係 所以過去都被忽血了 所以美國呢 要從這個方面 加強協助台灣 回到聯合國的正常組織 而且結合盟國 協助台灣 回到這樣一個正確的規範 當然美國在台灣 還有另外一個關係是什麼 商務部特別出來講說 其實他們最擔心的 台灣還有晶片的安全 因為晶片全部放在中國和台灣 對美國來講 是國家戰略的安全問題